这两天我是事一扫炎热 有了阵阵清凉 记者今天下午从事气象台了解到 受10号台风莲花影响 明天我是将有大雨甚至暴雨的降水过程 一起来了解一下台风莲花的具体情况 今天下午记者从事气象台了解到 今年第9号台风灿洪 第10号台风莲花 第11号台风浪卡 目前正在西北太平洋上共舞 形成了历史罕见的三台风共存 且互相影响的局面 据市气象台观察 今天下午16时 10号台风莲花已经抵达敏越交界处 东南方约390公里的海面上 正向北偏西方向移动 强度继续加强 逐渐向越东沿海靠近 据市气象台预计 莲花将会在越东登陆 登陆以后将明显影响我事 将于8日傍晚到夜间 在夜东闽南沿海登陆 受莲花影响 8日夜间到9日 我是有大大暴雨 急步大暴雨的降水 并伴有阵风7到8起 据市气象台预计 台风登陆时强度可达到12级左右 今天我市的大步风顺 星明五华梅线 已经发布台风白色预警信号 下午5点钟 梅州市重大气象灾害应急办公室 启动气象灾害台风 三级应急响应 莲花后期路径仍有较大的不确定性 大家要多留意天气预报 注意安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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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